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没有粉丝 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卖什么 更别说要在短时间之内就去变成网红 这些事呢没有办法一步登天 所以我们先来聊聊该怎么开始吧 小美 你现在会用哪些通讯软题呢 我会用Instagram Facebook Line E-mail 那你会看YouTube影片 也会用Google去搜寻资料对吧 嗯对啊 所以许多人上网会做的事情 不外乎就是聊天 查资料 滑IG 或者是看脸书朋友的动态 既然如此 那么如果我们也跟着做一样的事情 你就和一般人一样 是个单纯的消费者 可能会因为看到别人的贴文 而去购买他们卖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把消费者的立场 转换一下 让自己从买家思维 转换成卖家思维 那该怎么转换呢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脸书或IG上面 是看别人的贴文花的时间比较多 还是自己贴文的时间 占花的时间比较多呢 应该是看别人的时间花最多吧 自己的贴文只是上传个照片 加上简单的两句话而已啊 不是大家都这样吗 没错 大多数的人都和你现在一样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买家居多 但是你现在想做的是改变自己的未来 所以你必须开始做出改变 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贴文 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贴文 这就是我说的转换立场 哦 好像懂了 听起来好像蛮累的耶 你就当做是在分享好康资讯就好啦 当你开始把这个时间花在自己的贴文 就会累积越来越多的资料 这就是我们说的数位资产 如果有人对你的内容感到兴趣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追踪你 变成你的粉丝哦 问题是我要分享哪些贴文呢 从我最喜欢的东西开始吗 没错 就从你最喜欢的东西开始 但是重点来咯 你要思考的是 分享你喜欢的东西如何带来收入 我听说创业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直做就可以成功赚到钱 这样对吗 但是只对了一半 譬如说我如果很爱打电动 如果一天到晚打电动 或是我很爱聊天 然后就一天到晚去找人聊天 这也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呢 这不会为你带来收入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把你喜欢做的事情 转换成收入的来源 所以不断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该怎么赚到钱呢 想想看我们上一节课 提供的五种网路赚钱的方法 来套用到你现在目前想做的事情 网路赚钱的五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呢 去推广别人的产品 你想分享的内容 有没有办法去帮忙推广别人的产品 第二个模式呢 就是销售自己的商品 你分享的内容 能不能找到相关的货源 或是自己去生产 变成自己的产品来销售 第三个模式就是Google AdSense的广告分论 你分享的内容 是不是适合放在部落格 或者是YouTube的平台呢 第四个模式呢 就是直播打赏 你分享的内容 能不能用直播方式和观众互动呢 第五个模式呢 就是直接和厂商去合作 接业配 你分享的内容 未来是不是有相关的厂商可以合作呢 如果上面这五点答案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去规划 你想分享的主题咯 太棒了 我觉得可以耶 我想分享读书心得 美妆产品 保养品开箱 听过的音乐 饰品包包鞋子 好多哟 可是我该从哪个开始做比较好呢 刚开始的话 我建议你一项一项去做尝试 从你最擅长的项目开始 然后去看看网路上的反应 来决定最后要专心在哪一个领域 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做自己最有兴趣的事呢 因为一个人的兴趣不代表专长 如果你只挑你喜欢的事情去做 但是呢 却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那失败几率是很高的哦 例如 哆来梦卡通里面的胖虎很爱唱歌对吧 如果呢 他一心一意把唱歌当成他的事业 你觉得会成功吗 啊 舅舅你举这个例子我就秒懂了 好 我先一项一项尝试 再从观众的反应来看看哪一项兴趣最适合当成我未来的主要事业 那我应该先贴文到哪些地方呢 每一种平台都有它的特性 我会建议你把图片和文章放在部落格 当成你的资料存放区 然后呢 再把这些资料贴到Facebook 贴到IG LINE的贴文串等等 各种的社群平台上 哇 感觉要花好多时间哦 一定要放在部落格吗 能不能直接贴到FB和IG就好了呢 不要怕麻烦哦 记得我刚刚说过的数位资产的概念吗 所谓的资产就是个人财产 你辛苦用心写了文章 如果只是放在社群平台 比如说脸书啊 IG啊 这些平台的讯息 它只会短暂的出现 很快的呢 就会被洗版了 隔天就看不见了 但是你放在部落格里啊 只要有人在Google去搜寻关键字 你的文章就很可能被搜寻到哦 如果你的文章越来越多 被搜寻到的几率就会越高 也就是你累积的数位资产越多 将来就可以省下越多的行销预算哦 再说 把文章贴到其他的社群平台 其实也只是复制贴上的动作而已啦 这其实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啦 如何透过网络赚钱 一 找出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二 分享自己的专长 在部落格与其他社群平台 三 根据观众的反应 来决定未来的方向 四 持续分享不要间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